体操选手展现身缩自如的体态 不断加紧练习 向来是奥运会中备受观众欢迎的体操项目 美国代表队伍选拔赛上出现了首席的面孔 美国体操女王拜尔斯 还有上次冬奥处队伍多赢的齐尔斯 而台湾关注的日本队则 则是想夺回上次错失的男子团体金牌 不过复仇大业并不容易 尽管这次少了俄罗斯 日本人得跟同样是体操强国的中国一决胜负 除此之外 首次有资格参加奥运的印尼选手 他表示尽管印尼人对体操的理解还不多 但是他会让更多国人认识体操 在这次奥运会上全力以赴 欢迎新闻许明新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